上周五,中国驻马来西亚槟城领事馆正门口出现了三个来历不明的可疑箱子 惊动了马来西亚当局出动拆弹小组前往现场勘察 并对可疑箱子进行引爆 随着爆炸威力的被冲天 在缓缓落地的居然是一只只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中医疗前线极度短缺的N95口罩 人们这时才发现一些爱国人士有意捐到中国疫区的口罩 因为没有依照正规方式捐赠 才引发了这场令人哭笑不得的乌龙场面 随着武汉新型肺炎的全球传播 不光是中国 全球各地很多地方都是一罩难求 在澳洲的悉尼和墨尔本 虽然马路上戴口罩的还不是很多 但是因为澳洲持续燃烧了五个月的山火 导致空气持续恶化 很多人很早就囤了很多口罩 但是从医用口罩到N95口罩 你知道如何选择和使用吗 美国的N95口罩主要是工业用的防护口罩 对于一些粉尘多的工作环境 N95口罩可以防止吸入有害的空气传播颗粒 N95口罩还对于山火烟埋污染 也有良好的防护效果 所以一般在五金店家装店里 更容易买到N95口罩 N95也是美国的标准 世界其他国家地区都有同类型的口罩 但名称不同 例如在中国也叫KN95口罩 医用口罩也被称为手术口罩 可以对飞沫等大颗粒物质起到隔离作用 外层为防水层 对液体飞溅有阻隔作用 在传染病和疫情爆发期间 卫生部门也建议民众 普通人选择医用口罩性价比会更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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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